这个时候我们不论是有钱人也好 没钱人也好 对钱这个字眼都有点过分的敏感了 包括很多有钱的人会觉得说 我不能找一个条件比我差太多的 因为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会觉得说那个人是不是奔我的钱来的 然后这个没有钱的人都会说 我找一个太有钱的 会不会给我构成一种尊严上的压力呢 如果说真正是感情到达了一定阶段的话 真的没有必要说把这个钱字放得那么大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把这个钱当成一个敏感的绳索的话 反而会对他的这个感情造成一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自信 就是把钱看得淡一点 不在乎自己是有钱还是没钱的 只有这样的自信 可以获得对方的这种青睐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说我们不是贪财 有些时候其实一个不贪财的女孩子 反而她身上散发的这种气质是很珍贵 很可爱的 这个在对方眼里就是一种可贵的特质了 我想问一下社会上的一种现象 就是有一些女生在跟我聊起天来 说了一句话说 我一定得嫁一个有钱人 您怎么样看待这种现象 这种心态其实我觉得应该用现实的这个模板去教育她 至少我身边比较多的有钱的男人会这样想 我是有车有房然后有钱 但是我也希望找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女人结婚 如果我找一个条件悬术过大的话 她到底是爱我的人呢还是爱我的钱呢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有钱人其实也挺缺乏安全感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灰姑娘都能撞到一个脑子比较傻傻的这种王子 觉得说我就喜欢灰姑娘 然后她喜欢我的钱我就娶她 我真的在工作当中有这样一个体会 就说跟这种富二代也好 这个有钱的公子谈恋爱的女孩特别的多 但是真正最后能嫁给她的我见得非常非常的少 可能说这些富二代你会觉得他们其实很好交往 然后往往就说你跟她稍稍的一暗示 马上就可以跟她约会 但是往往最后谈到婚姻的时候 她就跟你拜拜了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您说的这种现象 就很多女孩觉得说这个有钱的男人好像很欣赏我 多看了我几眼 然后这女孩就有野心了 觉得我可以嫁给她了 但是往往事情不会像她想象当中的那个轨迹去发展 所以我一直特别好奇 就是说你身边这些女孩天天在议论 我要嫁个有钱人 到底有几个人能实现 成功率也是比较 这个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能这个一个朋友圈子里 如果有一个人混得比较好的话 周围的人都会活得比较纠结 所以我记得之前有一朋友跟我说一句话说 人呢 一定要安于平凡 不要给自己找太大的压力 尤其是不要给别人压力 就是说活得特别好的时候 也不要老是给别人炫耀 说你看我老公是首富 这其实无形当中 会给人一种特别不好的暗示 女人一旦活在攀比之中的话 永远不会有幸福可言了 在我理解当中 好女人可能普遍的分两类吧 一类是可能我们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渴望》 是刘慧芳那种的好女人 说实话 现在的男人也依旧不爱刘慧芳 因为他觉得那也太像妈了 那像我老婆嘛 跟他谈恋 跟他过日子 一点情趣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一个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他可能会把婚姻当成一种投资 你只有让对方不断地 往你这个婚姻当中扔下东西 下注 他投资的东西越多 他对这个婚姻的这种希望值越高 他会越害怕这个婚姻有风险 那在这种层面上 他会不断地希望这个婚姻能够更好一点 他也愿意为你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像刘慧芳这样的女人呢 就等于说老公要给他买什么 他说我不要 然后把钱留着吧 挣钱也不容易 然后老公要做什么家务呢 说不用你做 我一个人都能做完了 其实你在拒绝男人的一种投资 那如果说你在拒绝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对于男人来讲 他会觉得这个婚姻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的成本 所以说一段没有成本的这个婚姻的话 他想中途撤资的话太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女人 做成刘慧芳其实非常的失败 之前我们好像一直在表扬这样的女人 但实际上这样的女人在哪个时代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完全落伍了 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习 另外一种好女人是女强人式的这个女人 但是女强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在外面很厉害 大家会想说这样的女人回到家里 哪个男人受得了呢 但是我还真认识这么一个女强人 她在外面非常厉害 想骂人的时候就冲口而出了 然后批评下属的时候非常厉害 大家就连缓嘴的那种胆量都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一旦她回到家 或者说当她的老公来单位找她的时候 她立马会换上一种像小鸟依人一样的 像小猫一样的那种姿态 然后甚至会发点 我们就会有点不适应说 她怎么在老公面前这么能装啊 但是她的这个老公就会很有成就感 说你看我老婆在外面训别人训的 一个个像孙子一样的 但是在我面前 她会给我这么大的面子 其实这对于男人来讲 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感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吧 如果说你能够在个性 在性格方面不断地学会转换 可能对你的婚姻是绝对有帮助的 但是千万不要说一成不变 我认为一个女人是不断地要有角色定位的 包括你在外面应该做成什么样 在家里应该做成什么样 如果说你能不断地转换各种性别角色的话 其实对你各方面都能打理得特别好 当然不要说累 其实有些时候可能作为一个人 就是要辛苦一点 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 过了三十岁之后 当她一切都稳定下来 她会发现 哎呀当初那个人 如果我没有放掉的话 我现在可能不是一个胜利 我现在可能小孩都上小学了等等等等 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人应该为了兴趣而工作 当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挺快乐的时候 你愿意去做这事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的负面情绪 你可以自己消化掉 那关键是如果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只是我的工作 我也觉得对它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只是为了赚钱而去做一份工作的话 那它的不好的一方面我会放大 你说哇我今天为了赚多少钱 我解决了一个这么难受的 让我就说看不下去的问题 我会觉得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莫大的代价 但是当你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的兴趣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会化解掉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说人在工作的时候 应该获得一定程度的这种满足感 如果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别人不断地就打击我 然后你的老板天天骂你说你干得不好 那时间长了之后 可能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种信心就会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人也是需要鼓励和夸赞的 我们可以在家庭氛围当中可以互相夸一下 可以夸一下你家庭成员其他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鼓励你工作的一个好的办法 可能说一个人走到一定的这个阶段 一定的年龄 你回头看看还没有特别大的遗憾 我觉得这对人生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所以我其实一直就说走每一步路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一点 不要过于冲动地去做一个决定 因为可能说冲动过后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我觉得这个比较小心的过程 可以帮我避免到很多的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 你觉得女人看待生活和看待挫折和困难的这个心态 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对啊 女人应该慢半拍 大家可能都说是现在是快节奏的社会 但实际上做人是应该慢一点的 就是说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沉下心来稍微想一想 然后当你一句话想要冲口而出的话 我们可以缓两秒 往往说你在心里想上这么三五秒之后 你会发现这句话可能不应该说了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 一个人要给自己思考余地 那有这么一个时间余地做缓冲的话 你很多这种冲动的情绪就不会有了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矛盾 包括情感矛盾 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情绪化的 可能现在尤其是这个年轻夫妻当中 很多的这个矛盾 都是因为一种情绪的冲动的产物 他不是说这个 婚姻当中 有多大愁 对 真正出现了这种原则性的问题 其实这种反而很少 可能更多人就是因为一句话的冲突 或者一件小事的冲突就发生了矛盾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女人 有些时候可以慢半拍 在这个慢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给自己留了一个缓冲的余地 对于女人婚姻和事业哪个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到的 这种所谓的事业的机会 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诱人的 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失去了这个事业的机会 我可能不会遇到了 但是好像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两条腿的人 好像是很容易的 但是可能说从这个 整个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有时候真不见得 有些时候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 过了30岁之后 当她一切都稳定下来 她会发现 哎呀 当初那个人 如果我没有放掉的话 我现在可能不是一个圣女 我现在可能小孩都上小学了 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要看这个对象 你跟他相处了多少年 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状态要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人 跟你相处起来 还是很舒服的一个人的话 或者说跟这个人相处起来 你觉得是很有这个发展的 这种潜力的话 我建议不要轻易的放掉 因为其实可能说 事业上的一个机会失去了 可能随着女人 因为20多岁 这个人生其实刚刚开始 因为在这个20多岁的时候 你不确定你未来会遇到 什么样的这种机会 其实随着人的这个阅历的增加 事业上的这种砝码会不断的累积 但是往往女人在过了30岁之后 你的这个婚姻的砝码就会逐渐的减轻了 很多人觉得说 当我一切都有了之后 我婚姻会比较顺 但现在的圣女现象发现 就是说当你一切都有了之后 这个婚姻的机会就不顺了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26到30岁的女性 应该是比较黄金的阶段 至少在中国的话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 我在事业上有了一定的积淀 然后这个年龄上相对来说 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 而且越是26岁到30岁之间 这几年的女性 其实择偶标准是最挑剔的 她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的这个基础了 然后我见了不少人了 然后我心理上的这个标准 肯定不能放得太低 然后这种情况下 她其实择偶会出现一定的难题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 这个女人可能说过了25岁之后 我们的这个择偶标准 要不断地给自己做减法了 这个20岁 或者说25岁之间的这个阶段 每个小女孩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择偶的规划 比如说我要长得帅的 要有钱的 然后要有情调的等等等等 她会累积很多的东西 那其实都是在做加法 但我觉得过了25岁之后 每过一年 你其实都应该删除几条 你之前的这个规划上面的一些条条框框 比如说你认为不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每过一年就给自己删两条 然后再过一年再删两条 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保留这么三两条最重要的 比如说人品 比如说你关注的这种这个个性啊 等等等等的东西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我们之间没感觉 其实我一直认为说 有些时候感觉和感情都是处出来的 就是说现在有些时候 可能有些人过度的去依赖这种感觉 去谈恋爱了 只不过可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这个人的感觉系统会越来的越麻木 没那么敏感性了 所以我觉得26到30岁之间的这个女性 择偶条件一定别太高 然后要不断地做减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对象的 但这个时候的女性千万不要想着 我要找一个最好的对象 其实合适的对象 慢慢地去培养一下 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对象 就是说过了一定的年龄阶段之后 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婚姻的话 自己是要学会妥协的 不然的话 我老是不像我自己内心当中 那条件妥协的话 真的想找到一个合适的 能跟你结婚过日子的对象 还是挺难的 而且还得帅的就更难了 是 所以说这个 现在女孩都喜欢帅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圣男纠结的一点 我记得前段时间 有一个40多岁的圣男也说了 说现在所谓的这个女孩 都喜欢一见钟情 说感觉要好 感觉所谓的感觉好 不就是帅吗 不帅谁感觉 给你有感觉呢 所以其实可能说 我一直认为说这个 男人可能说在20多岁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比较青涩 这个阶段的很多的男性 看起来不那么帅 不那么有风度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 一个有眼光 或者说有品味的女人 是可以把一个男人打造的 又帅又有气质的 这个是一个需要一个女人 去做的一个事情和工作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 择偶的一些硬标准 定得那么死